通过今天上午的大会 大家也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 我们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功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在脱贫之后 事实上很多朋友大家都寄希望于 中国继续的推进我们减贫的事业 让中国发展的越来越快 越来越好 的确从发达国家的走过的道路来看 确实在脱贫的道路上不会一蹴而就 也会有反贫的现象 我记得在去年三月份 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大会上 曾经讲过一段话 其中就明确的指出脱贫攻坚相应的政策不能一下就撤掉 我们要扶上马送一程 脱贫的驻村工作队不能马上就撤 我们不能踩急刹车 总书记更是强调 我们相应的政策要持续三年 做到一些贫困县贫困村 叫摘帽不摘责任 摘帽不摘监管 摘帽不摘帮扶这一系列的政策 更重要的总书记也讲到 说脱贫不是目的 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每一户百姓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都能走上致富的道路 所以相应的扶贫的政策持续的推进 也是为了让我们这一亿人口的脱贫人口生活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真正的向着富裕的目标不断的去迈进 所以从这一点而言 我想中国的脱贫的成就已经让世界瞩目 我们持续的发力 让一亿多的贫困人口 贫困老乡的生活 持续的变好 我想会进一步的让世界见证中国的奇迹 的确中国的减评工作 在全世界有口皆碑 各国的媒体都给予了高度的赞赏 在几方面 我想对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 它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 能够实现伟大的成就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 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 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 它体现了我们制度的优势 这跟去年我们在打赢疫情阻击战的过程当中 所体现的是一样的 在这一点上 我想给世界又做了一个明证 第二 中国提前十年 完成了联合国2030的减评计划 这在全世界人类历史上都是没有的 我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经讲到说 中国的成就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值得各国学习的 就是精准脱贫 精准减评 在精准二字上 我们发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我想这样弥足珍贵的经验 也能被各国所激起 比如说一带一路的很多国家 都曾经提出过 要跟中国学习减评的经验 在这方面 也会不断的加强国际交流 与合作 总之 消灭贫困是人类共同的梦想 我们所取得的成就 也将为全人类 世界各国所共享 让人类在减贫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让贫困人口越来越少